刘峰奉命去捉孟达 不但孟达没捉着 自己差点让人给捉了 哎呦 这个败仗吃的这苦 几乎是全军禁末呀 在襄阳城外 刘峰让孟达杀得大败 当然孟达人马也多呀 还有徐黄 还有曹家重将 人家那多得的力量 刘峰哪成啊 败退下来之后 他想到上庸逼一逼 没想到 守上庸的身单身一兄弟二人 早已经归顺了魏王 同时还劝刘峰呢 让刘峰下马归降 保他呀 是家官尽禄 刘峰这气 我还听你们这套啊 你们都给我滚开吧 最后他率领着几个残兵 刘峰就败回了西川 来到成都一见刘备 跪倒 哭诉前情 他不说还好啊 当他一说这些事儿 嘿嘿 刘备气得这眼前一个劲的冒金花呀 原来刘备见不了刘峰了 怎么叫见不了了呢 想他都生气 甭说见他 今儿这么一见 刘备真想上去 咬他两口啊 方姐心头恨 刘备早已经打定主意了 军师诸葛亮给出的谋划的策 这次派刘峰去捉梦塔 就是二虎相斗 刘峰胜了 回来也得把刘峰斩了 败了更甭说 你这不是败回来了吗 来啊 吩咐左右 将逆贼刘峰捆绑起来 推出去斩首 哟 刘峰这么一听这怎么了 我打了败仗了 哎呀 父亲哪 打败仗不怨我呀 因为我是中了梦达的诡计了 他们人马太多了 哦 刘峰明白 不是因为我打败仗 是因为六话到上庸求兵 我没解脉城之尾呀 父亲倒下留人 刘峰又把这过程说了一遍 我为什么没发兵去救我的叔父 我是上了这个梦达的当 我受了梦达的挑拨了 他离间我们父子 使我们殊职不睦 刘峰一听气得跺脚啊 你这贼子还敢在我跟前满口胡言呢 梦达说了坏话 我相信 可又一样 你是个人呢 你背着一张人皮呀 你吃的是人饭 你在人听广众 说话举止 行动走路 不都跟人一样吗 你没个脑袋呀 你不知道 我是你的父亲 关羽 关云长 是你的叔父 你莫要在我跟前胡言乱语了 快快快推出去 斩斩斩斩 刘备眼都气红了 一连几个斩字出口了 武士立刻把刘峰给押出去 刘峰是大喊冤枉 那也没用了 一声炮响 就把刘峰给斩了 是人头高挂 这时会刘备坐在椅子这缓了一口气 觉得呀 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忽然呢 刘备就听身边有人哭 他转过脸来 回头一看 在身旁这站着十几个人 一个个是满面泪痕 有两个副将官 哭得更加悲怯 刘备认识 这都是刘峰身边的一些个最亲近的军校 也算跟了刘峰好多年了吧 哎 刘备把一个副将叫过来问他 你哭什么呢 这副将不问还好 这一问扑通跪倒在地 他给刘备磕头 替刘峰喊冤 我家将军刘峰 是听了孟达的这些坏话 他当时在上游违发救兵 他做的不对 可是这次 他奉命去讨孟达 是如何长短 他和孟达振前怎么对的话 别人怎么劝他归顺未亡 他是至死不从 我们刘峰将军又说了些什么 您看看 他不是已经知错了吗 主公 您不应该把我家刘峰将军战首啊 哎呦 刘备一听啊 心里头很不是滋味 怎么呢 不管怎么说是父子一场啊 刘峰在上拥没发救兵 没解这个卖城之尾 他是出于一时的糊涂 听信了孟达的一些的流言蜚语 孟达不说这些坏话 那么刘峰还能差一点 这就算一时的过错吧 人非圣险 孰能无过呀 啊 不管怎么说 刘峰也是个孩子呀 跟着自己安前马后 这么多年父子一场 今天我就讲题 斩首了 哎 刘备听了这复江这番话 他也掉了泪了 立刻吩咐 把刘峰的人头从高杆上摘下来 干嘛呀 后葬刘峰 刘备 这尽一点父子的情意吧 把刘峰给掩埋了 刘备啊 又病了 又想二帝 又想荆州 想坤平 想刘峰 你看看 他现在都六十多岁了 哪扛得住这么折腾 刘备病了 大家赶忙 给主公服药问病 哎呦 这程度啊 所有的文武官心情都很不好 心里都很不静 刘峰被斩了 那么那孟达呢 孟达是乐乐呵呵 怎么呢 他亲自来头为王曹丕 一见面封了他这么一串的官 随后又在襄阳这儿 由徐黄等众将协助杀败了刘峰 他当然高兴了 在襄阳城中 给他设宴 给孟达贺功 曹丕也听到这个消息了 说是孟达在两军阵前确实很英勇 对魏王很忠诚啊 真的就把刘峰给杀败了 杀的是全军尽末 曹丕挺痛快 曹丕这些日子一直就处于兴奋之中 就没有孟达来头 他也很高兴 曹丕高兴什么呢 他父亲曹丕死了之后 他立刻寄了这个魏王的宝座 现在呢 他手下的文武正在劝劲 劝劲干什么呀 让曹丕称帝 叫他当皇帝 曹丕啊 心里头很愿意啊 不过在表面上呢 他还得客气两句 哎呀 他和群臣商量不好 怎么办吧 怎么呢 这叫我 怎么跟当今县地去说呀 他手下的大臣滑心 假许这些人怎么一听 大王 还用您去说吗 我们就去给您说了 我们去劝劝汉县帝让他 让位于您 曹丕听到这没说什么 花心 夹许等众人啊 就找汉县帝来 让县帝让位 县帝大吃了一惊啊 哎呦 心说这痛快这个 单刀直入啊 曹丕那么凶 保了我二十多年 还从来呀 没说出过这样的话呢 哦 曹丕 保汉县帝二十多年 他携天子令诸侯 整整二十四年 曹丕是在公元一百九十六年 就是建安元年 他把汉县帝迎回许多 公元二百零八年呢 曹丕做了丞相了 二百一十三年 他自封卫公了 公元二百一十六年 曹丕自己把自己进封为卫王 那么说就是从一百九十六年到二百二十年 曹丕携天子令诸侯 整整是二十四年呢 他可以说呀 给他儿子曹丕打的这个天下很牢固啊 曹丕始终没有称帝 那么今天华心等人来到汉县帝面前一说这个事 汉县帝一听 这 这好吗 这个 哎 华心冷笑了一声 万岁这有什么不好 现在汉史气数已尽啊 那么万岁民呢 就应该笑唐鱼让贤呢 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上和天意下顺民心呢 您真正称得起是一位明主 你这才算是个明被人 华心让汉县帝笑唐鱼是谁呀 就是唐瑶鱼顺呢 一个瑶王一个顺王 这是最古代时候的两个皇帝 那么这瑶王呢 把自己这个宝座呀 没让给儿子 让给了顺帝了 因为顺帝啊 很贤良 后来呢 顺又把帝位呢 让给了这个羽王了 就那大羽 今儿个华心呢 举这么一个例子 哎呀 汉县帝听这会儿一皱眉心 说我好端端的 笑什么 唐瑶鱼顺呢 因为我这是汉室天下呀 传的我这会儿已经四百多年了 我就把这皇帝宝座让给曹丕 当初他父亲那么凶 曾屡次逼宫 也没让我把宝座让出来 那这事不好吧 华心把脸沉下来了 万岁 你要好好想一想啊 如果现在你要是逆天意 伪民心 我看 与万岁你是极为不利 说完了 啪一甩袖子走了 这叫给他点颜色看 汉县帝哭咧咧的回到了后宫 跟曹后怎么一说 汉县帝现在这个正宫黄娘啊 就是曹操的那女儿 原来曹操为了控制汉县帝 不是把自己的女儿许嫁给他了吗 那么曹皇后呢 就是现在未亡曹丕的妹妹 曹皇后怎么一听 当时气坏了 感情曹皇后啊 和汉县帝夫妻感情还挺好 气得曹皇后破口大骂 骂谁啊 骂他哥哥曹丕吧 你说他怎么做出这种无父无君的事情来 他也对不起我死去的父王 曹皇后吩咐一声 干嘛 要白嫁 到魏王府 找起兄长李论 去便便便便便便宜 прош离 汉县帝把他拉住了 nts 杜县帝 没有用 现在你家兄长身边好多人是如郎四虎啊 去了你就回不来了 咱们再看看吧 我瞅华欣这样子 好像还有点商量的余地 这汉县帝也是个窝囊废 他也不知道姐哪看出来 这华欣跟他还有点商量余地 哪那事 第二天早朝华欣又来了 这回啊 他是横眉立幕啊 当时就让汉县帝 把喜寿拿出来 交给魏王曹平 汉县帝吓傻了 他坐在那宝座上 直登登愣磕磕 瞪着俩眼睛瞅着华欣 华欣这么一瞧 我跟你说了半天 你听明白了没有 就在这时 从华欣身边过来一门大将 谁啊 曹宏 守恩佩剑 怒吼一声 福宝郎官何在 这福宝郎官是干什么的 就是专门给皇帝管那个印的 就是那玉玺啊 这位福宝郎官呢 姓祖明碧 他就在汉县帝身后面站着的 把他气坏了 他一看 这华欣要干什么呀 啊 有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 这么横眉立目的 出一胡子瞪眼 用那手啪啪一劲直拍那龙书案 本来祖必就够生气的了 现在曹宏出班了 暗箭断鹤 说福宝郎官何在 这找我呢 祖必是跨前一步 福宝郎官在此 我在这儿呢 你们要干什么 曹宏上下打量了打量他 一伸手 让他把玉玺立刻交出 祖必听着这会儿 他冷笑一声 玉玺 玉玺是皇帝的宝印 只有掌握了玉玺才能当皇帝 玉玺又随便送人的吗 啊 一个小名戳 也不能逮谁就给谁啊 这是其有此理 我把你们这群无父无君的叛臣 祖必骂上了 曹宏曾一听气的 弄法冲国一伸手苍郎 撑出宝剑手起剑路 就把祖必给斩了 这可真是杀鸡给猴看 就在皇上跟前 把掌管玉玺的福宝栏关给斩了 那意思是你交不交吧 不交啊 哼 一回手 你汉先帝也完了 汉先帝都木在那儿了 他赶快吩咐人 干什么呀 快快快 笔墨伺候 要笔墨下诏书啊 心甘情愿 把皇帝的宝卫让给曹丕 华欣拿着这赵书 就奔魏王府来 把赵书交给曹丕 曹丕这么一看 喜出望外啊 当时 这就问华欣 我得怎么办呢 怎么办啊 看来我就得面南北北了 可正在这时啊 连龙一条幽的外边进来了一个人 曹丕一看 是司马仪啊 他来到曹丕跟前 身识一礼 大王 您哪 不应该接这个诏书 曹丕有点不高兴 当时脸色就很不好看 先说你看看人家画信 假许 都在积极劝进 劝我登基坐殿 可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可要知道 你司马仪是我父王曹操脱孤的重臣呢 司马仪看出曹丕的心思来了 他这才上前来解劝 要看不出这心思他还不来呢 大王 我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让您推诿 不接受这个宝座 不是 我是说您应该上书辞退 当初我家先王就是曹操在进魏王的时候曾经是汉宪帝三下赵 就是说汉宪帝下了三次赵书 那么曹操呢辞了三次最后没办法 才呢晋升了魏王 为什么要这样呢 是以决天下之怨辞 就是不落满软 哦 曹丕点了点头 曹丕按条大指赞美司马仪 心说司马仪 看透了我的心思 我还真想到这一点了 刚才啊 自己这么一高兴 有点冲动了 忘了跟华欣说了 曹丕啊 也是很担心 就说是 把皇上往旁边一推 夸查一下 一屁股就坐那 你可要知道 那叫窜逆 那玩得分年头啊 这是两千来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 随便就想做皇上 做皇上就是反叛 就要杀头 袁树和袁绍 那么大的势力 四十三公 他冒充了一回皇上 您看谁福气了 那叫正统啊 所以曹丕呢 很佩服司马仪 他认为司马仪这个形 给他提的好 当初自己的父亲 也不是不想当魏王 那么必须得做出 这么个样子来 他冲司马仪点了点头 您提的好 我呀 立刻上表 司马仪微微一笑 他笑什么 他也钦佩曹丕的聪明 思想敏捷 就是认识事情特别快 一点就透啊 当时曹丕呢 给汉仙帝上了一份表彰 说了些客气话 就说自己啊 不论是从财的方面 还是从德的方面 那么都不够呢 做这个皇帝的资格 您还是另选贤明吧 汉仙帝接着表彰一看 心里还挺高兴 您看 要不怎么说汉仙帝这皇上 他不怎么样 你就看不出来这是假的 他还乐呢 哎呦 看来曹丕啊 这人倒挺客气 他拿着这表问华欣 华欣 华欣 看来卫王 不同意这么做 华欣瞅了他一眼 心说你呀 纯属是个糊涂蛋呢 哼 不过这话没法说 晚岁 尽管卫王这么推却 这是说了一番客气话 您哪 还应该再下诏书 继续让位 哦 汉仙帝才明白 感情这是个把戏 是个戏法 嘿 下吧 又写了一份 那么曹丕呢 又推辞了一番 简短结说吧 汉仙帝三次下诏 曹丕啊 学着他父亲曹操的样子 推辞了三次 再也不推辞了 司马仪给他出主意 让华欣 直接跟汉仙帝去说呀 说什么呀 要修造一座 善位台 就在这善位台上 让位 必须得名正言顺 天下黎民百姓 才能够宾服 台也修好了 选了这么一个好日子 大聚文武啊 文武百官不下四五百位 全都到了 一个个是一官楚楚啊 还有很多的御林军 胡奔军 受膳这天不下十几万人 司马仪安排得很周到 华欣呢 就忙和汉仙帝这边 司马仪呢 在那边忙和 忙和什么呀 让老百姓各家各户 都是悬灯结彩 赦百相案 举城欢庆 到了寿善的这个时间 终点想过之后 曹丕在文武拥复之下 登上了寿善台 哼 你瞧曹丕这份威风劲 由头上至脚下 换了个一堂心 头戴面 刘冠身穿滚龙袍 这么说吧 皇上应该穿的 戴的那套 他全都改了他身上去了 手一服配件 脸怎么一扬 胸一挺 威风不可一世 您再瞧那汉仙帝 耸着个尖 锁着个背 怀里头抱着那玉玺 再看他那模样 都要哭了 谁看他汉仙帝 现在千万双眼睛 都在注视着曹丕呀 谁在那个宝卫上 眼睛就盯着谁 那年头就那样 画心往龙树岸前 这么一站 高声朗读 读什么呀 受善诏书 画心这嗓子 这亮腾 就为了今儿个 这嗓子亮腾 昨儿晚上吃了三副 上清丸 这赵书写的是什么呀 就是汉仙帝 自己说自己 是德行不行 现在呀 这个汉朝气数已尽 应该呢 效仿当年的 姚王和顺王 心甘情愿让贤 把大魏让给魏王曹丕 多亏心 画心那念着呀 那汉仙帝站在旁边 那眼泪都一双一对的 往心里掉 他也不敢坑个声 等画心把这个受善诏读完了 台下是一阵欢呼声 随着这欢呼声 画心过来 把玉玺接在手里 高高捧过头上 曹丕接受了这洗手 这时候画心一转脸 吩咐一声百官愁合 哇 中文武一跪一片 只有那汉仙帝在那站着 画心过来 一瞪他那袖子 你这站着干嘛呀 皇帝那坐着 你凭什么站着呀 汉仙帝去 那我哪去呀 你跪着去 就在那抬脚那儿 哦 汉仙帝这才明白 感情把那印一交 我也得旁边跪着呀 多新鲜 汉仙帝呀 就跪在这文武百官的前边 文武百官呐 吼 那脸上就像展开的花朵一样 都那么乐呵呵的 只有汉仙帝一个人是泪流满面呢 他这时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 他觉得对不起祖宗 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 也对不起自己呀 哎对不起谁对不起谁吧 曹丕是不理了 他当时是论功行赏 文武百官各有封赏啊 封这个画心为司空 封王朗为司徒啊 封司马仪为大将军 全封完了 封一个站起一个来 文武百官都站起来了 就剩下那汉仙帝在那跪着呢 他怎么办呢 曹丕看了看汉仙帝 又瞅了瞅画心 画心一看明白了 他走到曹丕的跟前 小小的声音嘀咕了几句 曹丕点了点头 对 也得封封汉仙帝 封汉仙帝为山羊公 把他那几个儿子都封成猎猴了 实际都是虚嫌呢 就给你个名 找那么一地方 给那么一个小庄园 有人伺候着 你就在里边那么一咪 就没你什么事了 画心呢 深耻了汉仙帝几句 让他赶快谢恩从此永不许来吵 如果要不选你就别来 汉仙帝哭哭啼啼上马走了 曹丕改这个颜康为黄出元年 大赦天下呀 探视马把这消息报尽了程度 刘备咱们一听曹丕称帝了 他是放声大哭 在这边 谢谢观看